蜀天蒜 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 Midland Avenue 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由华商网络主办的 2011年红风传奇班奖晚会 11月12日在列治文山市的 喜来登大酒店隆重举行 出席盛会的400多位各界人士 一起见证了本年度六位得奖者 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的卓越成就 六位得奖者依英文姓氏字母顺序为 郭永冠 乌柏林 彭纯 苏林峰 徐丽芝 杨龙宝娟 今年我获得这个洪风传奇的奖 我觉得非常之榮幸 尤其是今年的主题就是 明德格物是香港大学的校训 其实香港大学是我的母校 今年释共香港大学创校100周年纪念 亦都是我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35周年纪念 所以这个奖品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更加觉得欣慰的是同裁得奖的 现时香港大学校长徐立枝教授 获奖当然得到很多社区人士的责家 得到这个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使得我可以更加为社区服务贡献多一些 亦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榜用 希望其他人也都可以将他们的财能 时间贡献给这个社区 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合作 使得世界更加美好 我觉得今次我得奖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对这个社区的活动 是特别踊跃的 我们这个心臟众风传奇一会 时时都做很多有关心臟众风知识的讲座 我们尽量是在这个华人社区那里 能够他灌输这个有关心臟众风病的知识 能够令到他得益 我亦都为这个心臟众风基金会筹很多款项 将这些款项能够做到这个心臟众风的研究 我觉得因为我这样对于社区的服务 还有我亦都是这么多年做这个研究 尤其是对于这个心力衰竭的研究 都有取得相当的成果 所以我就得到这个奖 我亦都希望这个奖是对我一个鼓励来的 亦都希望大家如果是有机会的 都是尽量为社区服务多一些 拿奖都是其次 但最重要就是有一个鼓励 能够做出更好的 这次的奖感到很荣幸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 但是我很幸运有很多人在帮我 所以我觉得这次火奖也是对我一个鼓励 激励我在继续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时我也希望说这个也能够鼓励从大陆来的同胞们 在这里好好生活 为这个国家多做东西 谢谢 这次获奖其实不是全是我个人的功劳 而是我们有across hub 言动青年 有一帮很好的同事 很好的同工一起打拼 他们在十多年来为本地的年轻人做了很多工作 令他们对自己有信心 令他们能够认清了做人的方向 也都令到他们是懂得去感恩 也都能够是学到跟人沟通的技巧 那这些一点一滴 是鼓励到我们是可以摆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神 下去为本地的年轻人服务 这次的获奖 我多谢《洪峰传奇》的各位评审 也都多谢他们有这样的眼光 是支持我们继续我们的年轻人的工作 我今次得奖是完全因为一帮社区上面的好朋友 跟我一起做很多有关社区的善事 例如在2003年 我们是一起做了一个帮沙士筹款 2005年我也都帮海啸筹款 更加在2010年就筹了海地的筹款 这些都是因为我公司 Bell Canada 是给机会我用Bell的call center 我们就跟我一家医生 和很多不同的社区的朋友 一起做很多这些头筹款 希望可以尽了少少力 帮助有困难的世界上各地的朋友 多谢 华商网络协会会长王坤明 首先感谢各位贵宾出席这项晚宴 使这项一年一度表扬 杰出加拿大华裔的盛会 倍增荣宠 王坤明表示 《洪峰传奇》今年踏入第12个年头 由2000年开始 共编写了79个成功的 励志传奇故事 出版了12集专书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利明泽典程 及沃泰华大学图书馆 各收藏了一套 王坤明表示 华商网络协会 今年邀请到参议员利德惠 和前任香港驻加拿大 经贸办事处处长肖慕莲 担任洪峰传奇奖项的荣誉赞助人 同时也很荣幸 今年的洪峰传奇颁奖晚宴 仍然由严惠霞律师 和欧阳建昌先生担任共同主席 卢英医生和肖显阳先生 担任大会司宜 洪峰传奇盼占领 今年是踏入第12届 过去11届里面来说 我们很荣幸有71位人士 得到这个奖项 今天来说也有6位 主要来说是表扬加拿大华人 他在自己本身的领域里面来说 有一个一定的好的成就 兼教里面来说 就是说他能够对社区 作出一个巨大的贡献 今年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 李德卫参议员 和前香港经贸署署长 萧姆连女士 担任我们的荣誉赞助人 也有欧阳建昌先生 和严惠霞律师 他们两位都是过往的得掌人 今年来说是担任 这个筹委会的共同主席 在今次的洪峰传奇的 攀掌礼里面来说 我们是希望能够再次 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令到多些华人 能够参与社区的活动 也都在加拿大里面来说 能够落地生根 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晚会共同主席欧阳建昌致辞说 洪峰传奇选拔已经迈入第12年 评审团经过严格的评审 今年选出六位得奖者 都是杰出的移民 希望他们以成功的事迹 作为社区的表率 其实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族群中 符合这类要求的人不少 但是未必被发掘出来 因为有些人非常的低调 洪峰传奇希望华社各界 找出这些楷模 作为大家学习的典范 我们洪峰传奇选 今年已经踏入第12年 今年我们是以明德格物为我们的主题 明德格物就是香港大学的校训 也都是劝语我们所有的世人 是要以德行和才智来一起并用 我们今年就是选到六位 是很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的成功人物 他们也对社区提供了很多贡献 我希望大家以他们为榜样 继续努力为我们社区尽一个努力 多谢大家 另一位晚宴共同主席 闫会侠律师表示 举办洪峰传奇人物选举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借着选出精力励志 爱心感人的代表人物 激励大家一起发挥积极面对人生 逆境自强 爱心助人的精神 现今的社会物质生活丰富 精神生活却缺乏德育的培养 有见及此 本届洪峰传奇人物选举 特以明德格物 递传奇为主题 希望勉励大家一起寻求真理 分辨是非 彰显德行 缔造传奇 我们举办洪峰传奇人物选举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借着选出 经历励志和爱心感人的代表人物 激励大家一起发挥 积极面对人生 逆境自强 爱心助人的精神 现今社会就因为物质丰富 变了我们法国反而是精神生活方面 就欠缺了德育的培养 所以我们今年的洪峰传奇人物选举 就是特以明德格物 替传奇为主题 希望勉励大家一起寻求真理 张显德行替造传奇 真选团主席官宝卫特许会计师表示 洪峰传奇的选拔是不论财富 名望 成就 性别 年龄或学历的 不分从商或受雇的 由真选团严谨评选 选举准则着重于个人于逆境中 奋发向上发挥人生积极无畏的精神 启发世道人心 对国家 社区 对国家 社会 社区 卓有贡献 并对社群的朋友 产生积极影响的激励作用 我们这个叛应选团 其实有20位的成员 这20位成员全部都是 以前洪峰传奇的得奖人物 就是总共在60几个之中 我们就看哪些是得闲 就选了20个出来 由这20个一起每人一票 以不记名的方式 就选那6位出来的 今次我们都很高兴 就总共收到的提名表格 有四五十份的 那大家都是经过一个晚上 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选到这6位出来 那我们选的过程中 就是看他的奋斗过程 还有对社区对社会的贡献有几多 一起根据这两方面来比分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